Hello 大家好 又是星期一讀書Live 上星期的影片出了街後 反應就出奇地好 很多朋友PM我 你說愛情很搞笑 很好聽 我的朋友很久沒見 都WhatsApp我 好笑 你繼續說 不知道為什麼你們會覺得好笑 不過如果大家有興趣聽的話 我今天又跟大家講多一件事 就叫做女人的邏輯 你知道我看書 其實我是看過這本書的 我的口是心非 都是有邏輯的 其實我看書 是不喜歡跟著這本書去讀的 我是看完之後 其實我就用自己的方法 就像別人Rearrange那些歌 是Rearrange過的 有一些我有用 有一些我覺得Irelevant 我就沒有用 我今天就跟大家講一個 topic 就叫做女人的邏輯 這個女人的邏輯其實是 女人可以聽一下 看看我的邏輯 和你的邏輯相不相似 男人就更加要聽 因為你身邊一定有一個女人 無論那個是你老婆 是你女朋友 或者是你媽媽 或者是你妹妹 是不是 你都可以了解一下 其實他們的邏輯是什麼 很多人都覺得 如果要跟女人講邏輯 就是浪費氣 因為女人是沒有邏輯的 其實女人是不是沒有邏輯的 很坦白 告訴你 女人其實是有邏輯的 只不過我們的邏輯是你跟不上 我今天就告訴你 女人的邏輯 其實是怎樣的一回事 第一件事 女人 其實我都說 文學小說也好 任何的創作也好 都是由自身出發 所以其實我現在講的這些 其實很多都是我自己的邏輯 我作為一個女人的邏輯 第一件事 其實我告訴你 女人 尤其是聰明的女人 就是我 其實是很懂分寸的 很知道哪些位可以發 哪些位是不可以發的 所以你說女人沒有邏輯 其實是傳錯的 女人是有邏輯 只不過是你跟不上他的邏輯 聰明的女人就很明白 在外面做事 就算你多霸道都好 都要講道理 因為這個世界上 只有講道理 才是押納不倒 就算你說 現在的人好像不太講道理 不是 就算你覺得多不講道理 其實人心欲造 公道志在人心 人家親密面都很清楚 道理是哪一個 所以出來行走江湖 最重要就是道理擺在前頭 你可以霸道 但是你不可以不講道理 道理永遠都是走前的 就是霸道只是一個外形的裝飾 但是最重要都是講道理 所以其實在外面行走江湖的女人 如果她是做得好的話 你覺得她真的快飯都可以的話 這些女性 無論她多霸氣 其實我告訴你 她都是道理行 因為她很明白 行走江湖沒有道理的話 你就站不住腳了 但是回到家 又不是的了 如果你回到家 你每次都要跟老公講道理 一個太懂性的女人 其實在男女的角力之間 就等於自埋地雷 一定是粉身碎骨 因為一個女人太懂事 我覺得是不可愛的 女人在外面做事 要講道理 要懂事 但在你自己的男人面前 無論你老公也好 你男朋友也好 其實是不需要講道理的 一個太懂道理的女人 就等於自埋地雷 你一定是沒有好結果 那為什麼呢 那我就要仔細一下 那即是正如我說 一個人在外面做事 無論男也好 女也好 你霸道不要緊 但是要講道理 如果一個人霸道得來 沒有道理 其實是沒有人會 treat他 serious 別人就會覺得 別人表面 如果你有武力的話 我表面還可以神服 但內心裡面其實是很不強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靠惡 靠威 是去鎮住別人的話 其實我告訴你 這些事其實是 長遠來說 你是鎮不住的 你是不可能是可以長久的 所以一個人可以行走江湖 時間越來 他押立不倒 他交的朋友又多飯飯 都可以迎刃有餘的話 這個人就不是好運 這個世界上我也說了 真的不會有好運 好像我以前小時候 曾經有個朋友跟我講道理 就是兩對球 去踢球 為什麼A隊永遠都贏 又沒有什麼技巧 那倒是 可能你覺得他沒有什麼技巧 又不懂得扭花 但問題是 他有一件事一定比B 所以他才贏 就是起碼他跑得快 是不是 他跑得快 他永遠碰到球 碰到球他就能踢進去 碰到球不一定能踢進去 但是碰到球 踢進去的機會 是比你跌不到球 對嗎 跌不到球的人 又怎能踢進龍門 所以這個世界 如果有人是可以 即是如果你很Admire 他做事能力好的話 他一定是 有一些個人之處 即是就算他覺得他多霸道 他一定是 有的個人之處 其實幾霸道的人 他可以一直霸下去 而沒有被人Defit 沒有被人拉落馬 其實都是 他一定是一個到你先的人 但是他可能 當他道理在他道的時候 他會去得盡一點 即是他會 即是他會 得勢不搖引 那你 即是你問我 我自己小時候 都是的 即是這個 跟年紀有關 小時候 我從小到大 都很明白 即是這個是阿媽教的 總之 凡事都要道理先 那霸不霸道呢 都 我媽媽是上海女人 都霸道 都幾霸道 即是好像我爸爸 即是以前做生意 其實那些人最 最害怕那個 其實不是張生 最害怕是張太 即是因為我父母都是上海來 那我爸爸的上海話 到現在 都是 即是都是 去過廣東話 他講廣東話的時候 別人就以為他會講上海話 回到上海的時候 他那些上海話 就不走不淡 那上海人有時候也未必會聽 因為他有夾閘一些廣東音 那 即是你語文 不順暢 其實已經是令到你 是很難 很有 即是怎樣說 不是很有所謂 所有人的所謂的殺風 因為 那些人會 會炸家耳 你說什麼啊 聽不到啊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啊 那我會講純正的廣東話 你又不會不會聽 你又不是外星人 是吧 所以 語文不流暢 即是 我經常都說 我經常跟我身邊的朋友說 如果你在外面做事要有說服力 第一件事你不要有懶音 第二件事 就是你的語文詞會要豐富 你說話要流暢 這個是你基本的台形 你一口懶音 懶音的人說話 是怎樣都不會有說服力 無論你說英文也好 說中文也好 都不會有說服力 第一件事 所以有懶音的朋友 你言語治療也好 什麼都好 你必須要更正自己的懶音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你的詞會要豐富 你可以找一些你喜歡聽的演講家 或者YouTuber 你去聽一下別人同一個意思 別人怎樣可以用最簡單的文字 詞語 去deliver整個意思 你覺得說得很精彩 很快幾句就可以講到中心思想 而不是前不大義 這件事你就要學 這件事就要背 你就可以令自己有說服力 所以一個人的說服力 是跟你的語言很有關係 我爸爸一直到現在 都是上海話、廣東話 混合一堆 我媽媽也是上海來的 上海話很流利 廣東話也很流利 而且他一個懶音都沒有 所以一說話的時候 我爸爸也沒有難音 但他是上海話和廣東話 混合一堆 所以說服力很強 所以小時候 我經常聽我媽媽說 張先生去做生意 人們最怕是張太 以前小時候 我媽媽也跟我說 剛剛爸爸來上海來香港 做我們做印刷廠生意 很多人走去數 因為他的人也好 心底也好 你只要在他面前扮可憐 他又不收你的數 當然是不行 你有子女要養的 上有高堂 下有子女 當然是不行 我媽媽就會去 負責追數那個 你知道打開門口做生意 總有一些人是很 尤其是以前那個年代 總有一些人是很衰的 不找數 那我就問我媽媽 那些人不找數 那你怎麼處理呢 我媽媽就很厲害 她說 說盡好說話 你是一個爛仔的態度 是擺明不找數 擺明走你數 擺明 為什麼現在是不找數 要找得 一年 或者九個月 其實印刷廠很多時候 都有拖數的問題 但是 半年是頂龍 九個月 一年 其實你公司很難營運 不是你賺不到錢 是你沒有cash flow 那我媽媽的做法 她就會找收數公司去收數 那你當時收數公司的話 那當然是爛仔對爛仔 那我問我 那樣 你收完 那客人就沒有了 那我媽媽做事 是一個很撇脫的人 是說這些數 我就預了不要 這些客人也預了不要 因為你給財務公司那塊錢 跟你收回來的那塊錢 可能是差不多 但是問題是說 她要訂立一個規矩 就是說 沒有人可以走張太太的數 這個就是打開門口做生意的原則 這些是一些原則的東西 所以其實 是 你說 那些人 永遠都是的 就是 好又說得很好 衰又說得很衰 一聽到張太太 加鹽加醋 哇 很辣的 那樣 就將她的 所謂辣啊 惡的形象 就拾它 這樣上去 所以我從小到大 我都 記印象 就是 外面的人都很怕我媽媽 那 都是很怕的 尤其是我爸爸的朋友 就是看到我媽媽 是很恭敬的 那 就是 首先 所有事情 一定要我媽媽說 頭才算數 那 問題就是 但是我從小到大 跟她的相處 就是 嗯 我知道她外面的形象 是很辣 好像很霸道 但是其實她是一個很講道理的人 其實她未 我們帶了之後 她跟我們說 其實原因就是這樣 她說 打開門口做生意 你誰人都可以走數 我還要做 所以以後 一個規矩很清楚 收不到的數 我就找人幫我收 那筆錢不要都不重要 但是你不可以走數 所以 這件事 從小到大 都入腦了 我覺得女人 你不要以為不講道理 女人是講道理 女人是講道理 不過是你跟不到我們的道理 而且幾百度的人 都是道理先走 如果不是 哪裏站著腳 但是 我又這樣說 道理這家 邏輯這家 的確不是每個人有的 好像最近 我看了一些新聞 其實這件事 都幾搞的 就是關於上海 上海風城 真是慘 真是沒完沒了 現在最新的消息 唯一 就說 上海 這個不清零 絕不解封 上海風下風下 本來是火鍋式的風 都在說是風幾天而已 因為風了一個多月 其實我相信大家 在很多新聞裡都看到 跳樓也有 最慘就是貓狗 形形色色都有 主人拿了去方艙 那隻貓就交給 這個護助委員會 所以護助委員會就說 哇 你中了你的貓狗 我怎麼可以幫你接 勇不疑 他都還惹了我 於是那些貓狗 就走出街 給那些大白兵 白兵 人家亂槍 就是上海灘 亂槍掃死 他就亂槍掃死 他就亂槍掃死 一車車丟上路 有一些就說 主人要去檢疫 那些貓狗 全部不給帶走 全部留在家 從你重新消毒 那就是毒氣室 那你怎麼會不死 你不是一天兩天 最少一個星期 如果你要去方艙 檢疫的話 最少一個星期 不餓死 都渴死 不渴死 都被你噴髮 毒氣攻死 所以其實已經是去到一個 瘋狂的狀態 但是呢 你會覺得整件事完全都不邏輯 但不邏輯的東西 不單止是這樣 最新的消息就是 上海要封城 但是經濟不能夠受影響 於是那怎麼辦呢 就是深圳、浙江等城市 你就分擔上海的金融中心的角色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你真的好像是二人三足 那樣 你做不完 你扔給旁邊的人做 大家四四六六拆掉它 喂大哥 是不行的 你一間公司 每一個部門 都是有自己的特別功能 有自己的特別功能 那你上海做開金融城市 你扔給旁邊的那個 浙江 浙江是糖醋 食物 風景 浙江搞得好 那就不用上海了 上海有上海自己的特別功能 那為什麼你覺得 這個上海的功能 是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代替的呢 那這件事是不是很不合邏輯 所以你不要說女人不合邏輯 而這個世界上 男人都很不合邏輯 就是瘋起來 可以比女人更加碰 那這件事我覺得 真是 真是好笑 那其實 這些不合邏輯的東西 又不單止 這個 所以你知不知道 現在任共的上海 我最近看到一件事 就是 那些人又說張愛玲 那說張愛玲些什麼呢 就說祖師奶奶 就是我們看文學那些 都叫張愛玲做祖師奶奶 就說祖師奶奶當年 就是走得對 走得對 走得誇啦啦 她就是 因為她是 首先張愛玲 是1952年 就是因為 繼續因為抗戰 而終止的 香港大學學業 就是 她是要去香港大學 繼續讀書 為理由 就是赴港 來了香港之後 三年之後 她就在美國新聞處處長 麥卡薩的擔保底下 是以難民的身份 就是赴美定居 那現在的上海人 就很admire祖師奶奶 就說祖師奶奶 就是走得 現在他們真是慘的一件事 就是 走路 run 就是他們都不能夠寫出來 就是巨文 這個 為什麼不能夠寫呢 就是因為 就是禁了 因為有很多的字被人禁了 要嚴控那個言論 所以他們就是用 周潤法的 潤 就是用run 就是這樣的諧音 所以你說 大陸真是 跨啦啦 在一個這麼高壓的情況下 他們的創意是無限的 寫不到run 就寫潤 網上裡面 就說祖師保佑我 祖師奶奶 就是拜了祖師 我就可以潤 媽媽 可以潤媽 就是拜了祖師奶奶之後 我可以run媽 就是 唉 我真的 這件事 真是歎為觀止 所以其實 你說張愛玲 如果你們之前有聽過我 不過都很久之前 成年多之前 我說張愛玲的小說的時候 其實都說過 張愛玲 當初在上海 就是她 她一直都在上海 是一個很出色的女作家 當然當時 共產黨 建立新中國之後 就是 對她很好 因為她需要幫她做propaganda 張愛玲 寫過一些關於三反五反大約盡 其實她沒有經歷 因為她走得快 她在五五零年開始三反五反大約盡 她五二年就來了香港 五五年就去了 即她五五年就申請去 當然她當時不是五幾年去 她是後來才去 但是她是申請定據的 所以其實她是 有一些日子她是經歷過 有一些日子她是經歷過 她寫過一本 就叫做《央歌》 其實接下來 我們講完愛情之後 就可以講張愛玲的央歌 央歌是什麼呢 就是寫《土改》 即是這件事 就是《土改》 《土改》經過魏康叔說 是她人生見過 是最悲慘 最悲慘的人道災難 即是怎樣打倒地主 即是打地主的時候 真的完全是很無人性 那這個呢 祖師奶奶出走上海 即是離開大陸 很吸引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那時候後來也是看書講 祖師奶奶是一個很時尚的人 即是很裝扮 很要靚的 這些是我找回來她的資料 這些就是祖師奶奶經常流傳的照片 你想一下她那時候 胡蘭成在《金心金世》裡面寫祖師奶奶 她都是說 愛玲賺到錢回來 其實她就是用來買口紅 即是用來買衣服 即是她是一個很要裝扮的人 但新中國建立之後 那個不是灰就攬 即是祖師奶奶頂不住 只是以後想起自己 不是灰就攬 她已經頂不住 於是她很快就撤離 很快就撤退 很快就撤退 所以其實她的思想是怎樣 其實大家都很明白 現在那些上海人 就覺得祖師奶奶 你真是聰明 真是 但Sorry太遲了 你現在已經被人封住了 即是 即是 很多很恐怖的東西 不單是那些貓狗 沒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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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蘿蔔 那些薯仔 全部生牙 才給你 即是沒想過 上海一下子 回到1937年代 也都沒想過 一個金融中心 即是 即現在上海人就說 我們是不單是中國的命物 也是世界的上海 那又如何呢 是不是 即是說 唯一的邏輯 如果覺得你的功能是可以 replaceable 隔離的 浙江都可以搞得到 那你上海又如何呢 所以 即是你說 女人沒有邏輯 其實男人 都不單是女人沒有的 其實是 男人都可以沒有的 另外一位 就是家超BB 家超BB 現在要選 其實我有時 都覺得 那些電視台都不知道是不是 經常玩他 所以很強調是唯一參選人 即是 每一次聽到唯一參選人 我就覺得很好笑 即是擺明潤你 即是擺明笑你 其實我覺得 如果 參選 即是 他是很descriptive 他又對的 他是唯一的參選人 但每一次都強調他唯一參選人 的時候 你就會忍不住笑 那家超BB 就是 你知道 祖國一直都覺得 美帝是 居心可測 真是亡我之心不死 其實我覺得 你明知道他亡我之心不死 他對你是 這個 心懷不愧 那為什麼你經常都要用他的東西 你又要用別人的youtube 然後別人不讓你用 你就說 非常之失望 我覺得 你用我才會失望 為什麼你會用呢 我覺得你根本就不應該用 為什麼要用facebook 反正你是唯一候選人 其實寫信都可以 哈哈哈哈 什麼事 你是不是寫信 都可以一千多人 你寫信 還有感情 寫信都可以 為什麼要拍youtube 為什麼要用facebook 其實 如果他不是禁止了 我也不知道 原來他開了youtube 更加不知道 他有ig 和facebook 其實他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人知道 我只是看到每天 手機那個pop up 就是now新聞台 一天pop up 十幾二十次 這個李家超見記者 李家超見記者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這件事 你知道我以前做新聞 做新聞做了十幾年 我以前在香港生活了那麼久 我都沒見過一個領導人 不要說以前的林鄭 那麼入樓 就算你說習近平主席 你以前的江 朱鎔基那些 都沒試過一天pop 二十幾次來見記者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 真的很好笑 香港的新聞 那些機構 一方面 就不斷強調你是唯一候選人 笑 好像在笑你 另外一方面 又不斷pop up你見記者 其實 就是 就是這樣 真的不敢抬慢 但又強調你是唯一候選人 整件事很少 所以我又不太明白他們的邏輯 你都說美帝亡我之心不死 那為什麼還要用他們的東西 我就真的不幫我打 那你當然是用微博 你當然是用Yoku 那我覺得 最有誠意的 莫過於寫信 都是千多人 那你就寫信 那你可以公開給香港市民的信 香港有哪個媒體不登 每個都是一個A1 這樣不登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又是不合邏輯 為什麼要用呢 為什麼要用這個Google 你以為Google好東西 Google當然是不好東西 YouTube好東西 當然是不好東西 邪惡我老不得了 所以 所以你說女人的邏輯 我想說 不是女人沒有邏輯的 其實男人都可以很沒有邏輯 或者現在這個是一個沒有邏輯的世界 至於我剛才說 女人不能夠太懂事是真的 女人千萬不要太過considerate 出去做事 我都說了 醒目的女人出去做事 就知道自己要講道理 知道自己霸道之餘 後面一定要有一件事去承托著 那個就是你的道理 放諸四海都站得穩的道理 但是 你對著你自己的男朋友 你的老公太懂事 就等於賣地雷 我舉一個例子 又是說我以前的男朋友 我以前的男朋友 就好笑的 他跟我一起的時候 他摸一口東西 其實他經常買東西給我 當然 我是一個有來有往的人 我也不會白手別人的東西 即使他是我的男朋友 他還沒嫁 都只是男朋友 所以你送的給我 我一定會回禮 但是他後來 即是這個現在是他老婆 即是他 那時候的女朋友 現在是他老婆 他是一件衣服都不買給他的 那個女生 心裡就不舒服 因為他知道他的前度是我 為什麼他會知道呢 是因為他很proud 我是他女朋友 所以他到處說 又告訴他那時候的女朋友 即是現在的老婆 阿寶是我女朋友 他說 那你有沒有買東西給阿寶 他說他當然有 買很多東西給阿寶 他說為什麼你不買給我 然後他就跟他說 他說你需要什麼 他說你 你教小朋友 他是做一些私人補習的 你教小朋友 你每天都會見小朋友 你不用穿這麼漂亮 阿寶是不同的 阿寶是要見人的 後來他的老婆 就是我認識的 後來他把這些話 告訴我 我一聽 我說 那你怎麼反應 他說 那他也說得對 我心想 你怎麼搞的 如果你是我 我有鎚子 就找鎚子打死你 沒有鎚子 我就找個碗撞死你 你怎麼搞的 你是不是男人 還要嫁給他 還要幫你生孩子 你哪有這麼順滩的女人 即是 提前度已經老徒了 主要說我買給前度 是應份的 因為他見人要見得多 你又不用見人 你又 你又 跟小朋友補習的 所以你用什麼買呢 哇 你說是不是 不打死他 我都不姓張 你說是不是要打死他 即是 我都說有鎚子 用鎚子打 沒有鎚子就找個碗撞 所以 哪有 哪有人這麼壞的 然後他 那個女生就說 那他又說得對 我說那這些 就注定你一輩子被人欺負 如果我試一下 你試一下這樣跟我說 即是 先分手 再打死你 即是 沒有可能 這件事 我絕對沒有可能 原諒我一個男朋友 這樣跟我說話 如果我男朋友在你面前 經常看你前度 我告訴你 這些人都不能要的 你真的殺了他 即是 同性是相戚的 對不對 你這麼喜歡你前度 你回去找回去 你和我一起做什麼 所以 女人是 不能夠 即是 那些叫什麼呢 即是 你覺得 他又說得是 有道理的 那就幫我省錢 那我的確 他小朋友 是不需要裝這麼漂亮 我有沒有需要是我的事 買不買是你的事 你怎麼可以不買給我 我買完之後不穿 都還可以 真的 你管我怎樣穿 你管我見到誰的時候穿 我睡覺穿都還可以 不可以因為我小朋友 所以不買給我 完全不行 還要說我是買給我女朋友 我是買給我錢 即是我也不怕他聽到 這個的確 我覺得是 如果他聽到 就說今晚 你老公睡覺的時候 你一定要蓋他兩巴 知不知 否則很虧 其實你已經虧了很多 嫁了很多 嫁了很多 還要生孩子幫他 我都完全是虧了 所以 記得 女人 不是沒有道理的 女人是講邏輯的 只不過是你不懂的邏輯 而且你要記住 女人 太過 講道理 只限對你男朋友 以及對著你老公 你是注定沒有運行 你一定要有下馬威 我覺得最好的關係 就是 就像我之前這樣說 大家有共同嗜好 大家有共同的目標 大家可能為了同一樣的目標去奮鬥 即所謂的利益共同體 利益共同體 不一定是淺印瓜葛的 大家有同一樣的目標 但是 就是 despite這樣之餘 最好的關係 就是他很愛你 但是也有少少害怕你 就是你完全不害怕 你又很難震得住 你會 你會讓他知道 你不要惹我惹我 快在洞裡上面 你死定 他會 他會 不敢這麼得戚 我覺得 真的不行的 有時候有些要有規矩 我媽媽經常都說 要有規矩 一定要做下規矩 然後跟著規矩去做 那規矩是你定的 對不對 那 如果你讓他定規矩 那你就死定了 所以你一定要定自己的規矩 那另外一件事 你就說女人很多疑心 很多人都說 女人很 知道嗎 很多疑 很難搞 經常都疑神疑鬼 那我告訴你 如果你的女人多疑你 其實你會幸福 因為他在乎你 他才多疑你 如果他不在乎你 他會惹你 你做甚麼我都不會理 你今晚回來 我都不會在乎 我都說最慘的一對雙婦 是大家相處 但是沒話說 你回來家裡睡 我都不在乎 你回來 我又不知道 你不回來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在乎 那這些是最差的 那 多疑其實 就是一件好事 證明他越緊張你 他才會越多疑 因為他怕失去 但是呢 有些事情 我又覺得是適可而止的 如果你去到太過疑神疑鬼 就是僅有一隻鬼在旁邊的話 那你就會瘋了 是不是 那 所以呢 女人多疑不是不好 只不過呢 就不可以太過分 如果你太過分的時候 記住 做什麼都好 就是不要經常都要檢查 有些女人很喜歡檢查人家電話 檢查人家的辦帳戶 拿她的鎖匙去開她家去檢查 這些 那 如果一個人 如果你身邊的另一半 令到你陷入 一些疑心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如果長期一個這麼重的疑心 其實是一個很辛苦的 其實你是生活不了的 因為你的精神狀態 所有事情由她去Dominate 所以在這樣的狀態下 如果那個人令到你很多疑的話 就是說這個人也未必是適合你的 又或者他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你不能信任 我就會說 如果你是出軌的話 我可以算 但我不會原諒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不想自己 疑神疑鬼 變成一個瘋婆 我好地地一個人 為什麼我要把自己 搞成一個瘋婆 所以 如果你的伴侶 是 令你陷入一個 無止境的疑心裡面 她一定是有些事情發生了 which is 你又不捨得放手 但是又很沒有安全感 那 如果是這樣 我就覺得你不如算吧 你不是放過她 你放過你自己 你不可能長期陷入一個 精神不穩定的狀態 對不對 那是不行的 所以呢 女人多疑 某個程度上的多疑 我覺得是OK的 證明你 你應該 作為一個男人 你應該很開心 因為她在乎你 不在乎 她就不理你 那第一個女人 陷入極癲的多疑狀態 那一定是關係 有了問題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解決就解決 解決不了就放棄 這個世界上我都說 男人何其多 女人又何其多 你又何必執著呢 就算了 那第三件事 就是這個 特別是年輕的女生 很喜歡考驗愛情 考驗愛情的意思是甚麼呢 我覺得有些好像灰番薯 360度的灰番薯 灰到它熟 灰到它熟 灰到熟當然是好吃 甜的嘛 但是你愛情360度 是無死角的測試 我告訴你 你一定會輸硬 你一定會很傷心 因為感情其實是很fragile的 你越大 你就會越明白 感情跟燒番薯 跟烤番薯是不同 番薯可以360度去烤 感情呢 你就不要無死角去試 因為你 你只要轉個彎 可能你就會覺得 已經不對勁 所以呢 以前的我呢 都是有這個 烤番薯的狀態 去嘗試到你有多愛我 你正常的一段關係 你喜歡它 你當然是希望它 你不單止是它唯一 那麼簡單 還是那種自四不如 就算今天上刀山 下遊獲 跳火海 它都是非理不取 那些 但我告訴你這個細細不是這樣 算了 這些事情我後來就明白 就不再做那些這麼愚蠢的事 所以呢 現在大了之後 有很多事情 我不知道更好 你最好不要告訴我 就是一個人 其實越知道得少 其實越幸福 所以 我是 基本上 是一個 不多是非的人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不知道就不犯了 知道了之後 嘩 好主事 一個不具國安出去 那就糟了 所以 最好就是不知道 那 男女之間的事情 都是 就是 其實呢 考驗 你就自自然然 在生活裡面 一定會出了很多的考驗 尤其是 現在這個世代 是一個 極不正常狀態的世代 我也說了 你不要以為 女人會 其實男人一樣會 其實 其實 的頻率 大家都差不多 不要說 女人沒有邏輯 其實 男人都是 所以 大家都 這個世界 大家都 催催的狀態 的情況下 就算了 你就 不要浪費這麼多 心力去試 因為 一試了之後 你發覺原來跟你心目中 那個理想 是差很遠的 那你怎麼辦呢 你叫你 燈了它 你又不捨得 不燈 你的心就硬著 那你不就是自討苦吃 那你不知道來做什麼 那你不如算吧 不知道是不是更好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女人是不能太有空的 女人太有空 是很多麻煩的 其實我覺得 男人也是 其實我覺得 對 愛情這件事 其實跟人生哲理 沒有什麼分別 任何人太有空 都是很麻煩的 你太有空 你就會胡思亂想 你就會把 小小東西發到很大 然後你就無緣無故 就真的 找膠來熬 找東西來吵 找東西去試 就好像我先說 烤番薯 烤番薯360度 烏原當然很好吃 金香 甜甜的 但是感情這樣 你無死角去搞 其實一定會搞散 你一定是自己搞散 你自己 所以 最好就是不要 如果你發覺你自己 很空閒 很沒什麼做的時候 你找些事情來做 你找些事情來搞 最好的態度 最好的感情狀況 就是你又很忙 我又很忙 大家偶爾可以見到 一個星期可能 可以有一個Long Dinner 一晚有一個Long Dinner 其實大家很開心 因為大家有說不完的事情 就是我一個星期發生了什麼事 你可能會不會很變態 Sharing 一個星期才吃一個Long Dinner 我當你一個星期吃一個Long Dinner 你每晚煮一下電話粥 煮半個小時電話粥 如果你不是經常見 大家都很忙的時候 大家都很多話說 哪裡有空去去烏番薯 對吧 大家說一下 我今天遇到什麼東西 今天遇到什麼奇妙的恩典 或者遇到什麼PK 你很多話說 大家開心心說完就睡覺 其實最好就是這樣 所以 如果你太有空 你就找些事情去做 千萬不要 一有空就搞你旁邊的人 搞一搞一搞就一定會搞散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Part 1 好 我們來Part 2 我這一陣子 又開始咳了 我覺得氣管真的很敏感 我今天好一點 沒有咳得那麼厲害 因為我一起來就吃了咳藥 昨天就咳到死了 我的氣管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 我以前在舊公司的時候 即是在環牙的時候 我在八年在環牙 咳足八年 我真的以為死了 是不是有事呢 有一段時間離開了之後 就好一點了 就沒有什麼咳 但是天氣一轉 這陣子又冷又熱 又冷又熱 氣管又來 但有時候這個天氣 又有點熱 你說喝一些很熱的東西 我又不行 一喝完就整身濕了 所以我還是喜歡喝冷的東西 一喝完冷的東西 又咳 一咳 因為我經常說話 一咳就不停了 但其實我是沒事的 然後我有些朋友 過了很多朋友 基本上都中了COVID 他們都中了 大家見面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好人好 就是我沒事的 但我就不斷咳 然後他們說 喂 你不斷咳 我說你放心 我沒事的 我只不過是氣管敏感 好了 繼續講完 今天是講女人的邏輯 女人的邏輯裡面 其中有特別要講一下 就是脾氣大的女人 那就是 女人脾氣大 有些人就 就說 女人特別喜歡發脾氣 女人的脾氣 就特別臭 特別大 其實你又覺得 我又覺得是不是 等一下 我就覺得 其實脾氣臭的 女人脾氣大 其實都不是不好的 其實女人脾氣大 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人 一定是一個很直接的人 有些什麼 他就先爆來瓶 爆了瓶 爆完瓶之後 就沒有了 那就沒事了 那些人 就好像我這樣 我就是那些 我像一個什麼 我像一個會閒的火藥瓶 或者叫做一個會閒的火藥包 我是很容易就辣著的 我有時都不太明白 人家說 你越大 你脾氣越好 我會控制 但是爆那一下 我是控制不到的 就是我很難 想爆想爆 但是不爆 很難的 我最多是 一聲爆了之後 我基本上 一撻就著 就爆 但是我現在 開始好的 就是 我爆了之後 我會不斷 有另一把聲 跟自己說 不要去那麼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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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罵人罵得那麼金 收收收 收呀收呀收呀收 那我就會有另一個 自己跟自己這樣說 那我就 爆還爆 爆出來 有時候我現在都可以控制得到 我以前小時候 爆又控制不到 然後爆多厲害 我也控制不到 總之就很爆 真的就很爆 真是一個會行走的火藥包 但是我又覺得這些人 其實是一件 是好事的 為什麼呢 我不是自己賺自己 不過我覺得是 如果以我自己 我是很容易辣醬 一辣醬 我就爆 但是我的好處 就是爆完之後 我就會不記得 我很快就不記得 而且我很快就沒有一件事 因為我已經不記得了 所以我完全都 完全是 完全是 完全是空白的 好過那些人 就是不出聲 不出聲 放在心裡很記住 那些 我身邊也有些朋友 是這樣的 你說他很好 脾氣 真的好啊 他脾氣是很好的 從來不說一句重的說話 所有事情都 嘻嘻嘻嘻 好好好 我告訴你 我真的身邊試過 遇過幾個女生 那些才恐怖 你想想一個人 在這個社會裡面 他自己也是媽媽 他面對著很大的 他很有錢 沒有什麼生活壓力 但是所謂的生活壓力 是你不知道的 就算挺有錢的 也有生活壓力 不過不同程度的生活壓力 他家裡也很複雜 他父親很有錢 但是有兩房人 最後 所有的身家 都給了這個拉女 我這個脾氣很好 所有事情都遲何下 永遠不會發脾氣的朋友 所有人都以為 這個女生真是好 但是 告訴你 他要不發 他一發 他不是發你脾氣 他就是要整死一個人 他可以是 是一個毀滅性 如果他一表露出來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毀滅性 他不毀滅你 他是洗不拜憂的 所以這些人其實是很恐怖的 所以我有些朋友 後來跟我說 他說 哇 你是唯一一個知道 他父親 雖然有兩房人 有這麼多子女 最後 原來所有的身家都給了他 他說 你早知道的話 你應該覺得這個人很恐怖 所以我就說 我是那些很操心達意的人 那我就 完全沒有在意這件事 那時候是這位女生跟我說 他就說 他爸爸所有的身家都給了他 其實他講給我聽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 沒有記入腦 我完全沒有記入腦 我只是覺得他是一個很善良 很好脾氣 經常被人欺負的人 那你想一下 一個人 正常一個人 不要說我這個 所謂朋友 正常一個人 有什麼可能 任何人都可以發去脾氣 任何人都可以給他面色去看的時候 他是沒有脾氣 不可能 如果那個人是這樣 那個人都不正常 所以如果他可以是這樣的話 證明其實他真的不正常 不正常是什麼 他不是不發 只不過他收得好 就像我所謂的朋友 他一發的時候 已經是毀滅成 他要報你仇 報到你 玩完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所以 比起這些的話 我們這些就好 其實就是 比較頭腦簡單 很容易就發 但我發完 吵完 我便沒事 甚至整件事 我都會忘記 所以 比如好像男朋友 那些 他就會 一看到 你面色開始沉 他就知道 火山開始在裡面 洶湧 準備爆出來了 他就開始不惹我了 開始靜一下 開始 講好說話 然後 以前的我 都會忍不住 都會發 我現在 有時候 火山裡面 自己都會認識 算了 但是 我一直以來 發完脾氣 就會很快忘記 所以有時候他會問我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你發過脾氣 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我不是假裝 我是真的忘記 我是那些 講完就算 鬧完就算 鬧完就 搞定了 那我就 move on 真的 搞完就 move on 甚至是不留痕跡 有時候我都覺得 這件事 我都很神奇 還有我發覺我的記性 真的很差 我有很多東西 都 其實都記不住 我是不記得的 基本上 所以 如果你問我 你知不知道之前炒過禍 可能炒過禍 我大約會有些印象 但是炒什麼 很多時候我都不太記得 所以 一個行走中的火藥 火藥庫 其實又不是 一件這麼可怕的事 你不惹他 他就不爆你瓶 你小心行事 說到你做事做得正確 醒醒目目的 就不爆你瓶 那就沒事了 最怕的就是 不出聲 其實 你已經得罪了他很多東西 他不出聲 不代表他不生氣 只不過他不爆瓶 你以為他不爆瓶 還是笑口齊齊 你以為他沒事 但其實不是 我真的見過這些人 他把所有東西都藏在裡面 他一爆的時候 其實他是要 破壞你 是一個很恐怖的人 所以 這個 脾氣大的女人 有時候 我會覺得 不是不好的 爆了出來就沒事了 還有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 從一個消費角度裡面 其實你是可以看到 一個人的生活態度 在消費的觀裡面 怎樣看到一個人的生活態度 就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你知道這個世界 是一個很物質主義的世界 每個人都喜歡 穿漂亮的衣服 拿著漂亮的手袋 有誰不喜歡呢 我 見過有不少人 其實是很喜歡 用一些大牌子 所謂的名牌 但是又比不起 比不起 他們怎樣做呢 那麼 手法有很多種的 有一些就是做一些 就是我們所謂的 不道德交易 有些女士是會這樣的 我身邊認識的 一些人也有這樣的狀況 另外也有些人 喜歡用 那些叫什麼 沒有牌貨 對於這個 為什麼我為一個消費官 可以看到一個人的生活態度 如果一些人是為了牌子 去做一些所謂不道德的人 這些人其實是 這些人 你其實完全是 不能夠跟他交往 為什麼呢 他可以為了很少的東西 他自己都可以 擺得很低 你覺得你在他身邊 有值幾分錢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你是完全不值錢的 所以這些朋友 是不能教的 那 如果另外有一些人 就是 他喜歡用 帽牌的話 那些人 又不至於 不能教 只不過 我是覺得 他太容易 跟自己 compromise 我自己的態度 就是 如果我很喜歡 一個名牌手袋 我努力賺錢去買 如果買不到 自己沒有本事 那你就不要喜歡 你就買一個環保袋 我經常覺得 生活是怎樣都可以的 純粹是量力而為的 如果你覺得 你可以 用多量錢 你不可以用我十萬的手袋 如果不行 一萬 一萬不行 你就用布袋 但就不要 就是用假貨 因為我覺得假貨 那個問題在哪裡 雖然人家用假貨 就不影響我的 但問題是 我覺得 這個人 就太容易 compromise 太過有點移的 不掌進 就是 太過 我覺得這個是生活態度 消費官其實是一種的生活態度 是一種生活態度 他的態度就是 他覺得假的東西都沒有問題 其實很多東西都覺得沒有問題 其實這些人也是很難交往 我又不可以這麼說 只不過我覺得 如果那個人是你 我就會跟你說 你要不就 努力去買一個十萬的手袋 令到你自己買得起 又或者 你就索性 算了 我是很down to earth的生活 但就不要 somewhere in between 那樣 就是用一個所謂的 冒牌 因為 我經常覺得 有時對自己的 就是對自己 我覺得 跟自己的關係 其實是零同一的關係 就是 要麼做 要麼不做 就很難 很不應該是50和500 是做一點不做一點 我就不喜歡這樣的 要麼我就做盡 就買一個十萬的手袋 遙武揚威 要麼我就算了 我就拿一個環保袋 就是 但是就 不應該 下下東西 都這麼容易compromise 我經常都覺得 現在這個世界 你不覺得compromise的人 太多了嗎 就是 走到一半放棄的人 太多了嗎 就是 算了 不搞了 不堅持了 放棄了 太多了 所以多你一個 不多 少你一個最好的 就是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對自己 都不能夠compromise 的話 你對很多東西 都自然不能夠compromise 那 我經常都說 我是一個不容易compromise 我可以不出聲 有些東西是 大為環境不就的話 可以 不出聲 但是問題就是 原來康叔說 你只要不說 你不寫的時候 你這裏是自由的 你這裏不能compromise 用假貨的東西 就是這裏都compromise 所以我就是 為甚麼叫你不要用假貨呢 就是因為 我不想你們這裏compromise 我這裏compromise 那你就fail了 你不是對別人fail 你對自己fail 你對自己fail了的話 那這件事很難 很難撻花著 所以做人一定有團火的 就是說 我很喜歡十萬元的手袋 我一定要賺錢 賺到買得起 令到自己拿得起 否則就算了 但是就不要做一些東西 就是掩耳盜鈴的東西 就是不要做一些掩耳盜鈴的東西 其實又買不起 但是又好像做到 我 你拿個假貨 誰人都知道 還有 我為甚麼會說 這個消費官是一種的 生活態度 是一個 都是一個做人的態度 那你想一下 就是 你整天如果很想 遇一個白馬王子 遇一個千億富豪 就算真的 今天有一個千億富豪 在你面前 喂 上車啊 車你去兜風啊 這樣 你一跳上車 你整身都是假的東西 你都好意思的 你都不好意思跳上去 是不是 你整身的甚麼 LV Chanel LMAX 全部都是假的東西 你都好意思跳上去的波子 是不是 所以 不行 所以我覺得 用假的東西 不是對別人不絕 你是在這裏 你跟自己 compromise 一個人 這麼容易跟自己 compromise 的人 其實你是很難搞的 你很難搞 我不知怎樣形容 我只可以說 這個人很難搞 真的很難搞 所以 好了 最後一個 我想跟大家說的 就是 女人有沒有邏輯 這件事 其實我想告訴你 女人很多時候 比男人的冒險精神 是更加強 有時候 我經常覺得 男人是 我覺得 女人 有時候 有一些 都幾滑出去 尤其是在追求愛情上面 女人是被男人滑出去 我身邊見到的 女人 叫做 拋老公 棄子女 去追求愛情的人 是比男人 拋妻棄義的多 我又不太明白為甚麼 但我只是覺得 女人 一是不下狠心 一是狠心 一是狠心就可以很癢 但男人 就 又想做 又不想做 那就最慘了 你一個人又想做 又不想做 又想出軌 又不想出軌 這樣的情況 其實就最傷害 你以為旁邊的人不知道嗎 有時候 我經常都覺得 你不要以為 你身邊那個人 是不知道 他和你一起那麼久 其實是有些 6th sense 你能否感受到 如果 兩夫妻 他都感受不到 你有問題 其實你們 大家 其實內心已經走得很遠 所以他才感覺不到 你有問題 正常 如果你一對雙婦 哪怕 你是不是一定是孤孤 可能你是拍拖 拍了很久 其實 大家是有個6th sense 你妥不妥 其實是感覺到的 我未必說得出 你有甚麼不妥 但我知道你不妥 所以 有時候我會覺得 女人在追求愛情上面 其實是狠很多 即是 豁出去就豁出去 男人就 多 男人又容易生痕 但是又婆媽 真是沒用 真是不好意思 我覺得是 你要老老實實的話 你就老老實實 但是你又不老實 但是又要婆媽 那就最 女人類己 即是你又女自己 又女人 所以 有時候我會覺得 有些人 譬如我以前 經常都聽 父母 選女婿 這個人挺好 老老實實 我最怕聽這些 老老實實有鬼用嗎 新界就是牛不老實嗎 老實是一個good quality 但是他不是唯一的 quality 如果一個男人 除了老實 他沒有其他東西的話 那就其實 他沒有什麼能力 我覺得你跟 一個人在一起 不是在於 他老不老實 而是在於 他跟你 那個想法 是不是一致 大家追求的東西 是不是一致 大家你跟他一起的時候 你是不是見到 這個將來 如果你看到那個人 他跟你一起 你是會看到 他的將來的話 哪怕他現在沒有 其實不要緊 我經常都說 年輕 靈欺百蘇 高莫欺少年窮 少年窮 我覺得真的沒有問題 就算這個人 在現在 你來一起的時刻 他沒有什麼錢 但是你看得到 你為銀色英雄 你看得到 他是有good potential 他其實才華好得 他可以發揮得到 他很勤力 但是他現在 有時候可能是 祭遇不好 他遇不到一個白落 這件事我是相信 我不相信 有一輩子的懷彩不育 一輩子的懷彩不育 一輩子的懷彩不育 一定不是別人的問題 一定是你的問題 尤其是這個世界 現在是求財藥學 如果你真的好碰的話 你不會彈不出來 你一定會彈到 如果你怎麼彈 到處彈 彈也彈不到 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根本彈不起 那我呢 但是你說 在短期之內 因為 遇不到一個白落 別人看不到他的優點 那我是相信的 那人也有祭遇 是不是 這個世界上 有時候很多事情都要講一下 timing 那 那個timing還沒到的時候 那他還不行 但是如果你看到 你發覺這個人 好 他現在就算他 還沒有做得很好 但是你看到他有好的potential 他裡面有東西的 最重要是工作態度好 工作態度是最重要的 他有talent 工作態度好 他有健康的身體 那我覺得這個人 就很developable 真的可以很有發展的能力 一個人如果是 就是腦弱殘兵 那樣 就是很 咳兩句 會有癱血的那些 其實你又幫不到 就算幾有才華 除非他好像 這個 Hopkins那些 霍金 去到這麼厲害的話 這樣也會 但是否則 一般人不是去到 霍金那些 去到Hotkins那些 如果他是 有一些能力 但是身體很弱的話 其實又是 有些problem 所以最好就是 他有potential 他很勤力 他有身體好 其實他只是 很耐做 你明白嗎? 可能是 可能是 暫時 制裕不到 這些人是可以發展的 所以如果 那個人 跟你說 以前媽媽那個年代 我經常都聽媽媽說 就是聽我媽媽說 外婆會覺得 這個人好啊 這個人老實啊 這個人好啊 這個人好啊 這個人老實 除了說老實之外 沒有其他東西 這個人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是可以 所以就 是啊 所以 我覺得女人在感情上面 是 是比男人 是富冒險精神 男人是差一點的 那 其實我大概說到這裡 好厲害 因為我喉嚨很乾 你可能咳得多 喉嚨很乾 那 其實我還有一件事 特別是很想說的 就是 但是呢 我真的覺得 香港人呢 那個質素真的很好 也都希望 香港人可以繼續 保持這個質素 譬如說 COVID期間 我覺得 政府很無能 很低B 那就不用再說了 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 你會見到 其實有很多的朋友 大家是互相支持的 即是自發的 譬如有錢的財團 不同的地產集團 譬如我經常說說新世界 因為自己真的去 source 那些口罩 去給有需要的人 剛開始的時候 真的很不夠口罩 然後 之後 他們也去 source 其實比政府做得更加好 還有我自己親身經歷 在我沒有Panador的時候 我身邊的朋友 因為我媽媽很panic 就是 Omicron爆得很厲害的時候 我家裡一盒Panador都沒有 然後我身邊的朋友 真的很好 是真的 會說 喂 我有啊 我給你 所以後來我有的時候 我都不斷叫媽媽 喂 我們家裡有口罩 我們家裡有Panador 你快點拿給 我們 屋邨 其他獨居的長者 他們誰有需要 你就給 我說 這麼多Panador 吃死你嗎 大吉利士 你真是我們看門口 所以不用保持這麼多 送給人送給人 香港人很有這個互助精神 還有 我剛剛最近和兩位藝人 做了一個訪問 關於藝術 是鄧廣新和馮萬宗 結果 其實真的有很多朋友 看完那條片 就是YouTube的訪問之後 上去Gallery那裡 特別是去支持年輕藝人 所以我真的覺得香港人 心情真的很好 還有我早兩天 就是 因為有時候 人的精神狀態有點彷彿 因為一天太多東西 而且每一飯食物都不同 有時候真的帶人出去 但是忘記帶路 坐的士 漏了一個iPhone 哇 漏了一個iPhone 你知不知道我害怕到 是一個什麼狀態 因為我想死了 漏了一個iPhone 我連YouTube都錄不到 因為所有的Apps 全部都在iPhone裡面 等著一個微型電腦 所有東西都在那裡 那我心想死了 現在又說經濟不好 會不會 撿了之後 賣了我的iPhone 又或者 因為iPhone是解不了密碼的 會不會撥爛它 拿到零件出來 那死了我怎麼辦 真的越想越怕 在銅鑼灣就站在那裡 越想越怕 然後我的朋友說 不用怕不用怕 我不斷幫你打電話 結果呢 真的很感恩 很神奇 半個小時之後 司機就打給我朋友 因為missing her 她不斷打給我 然後她就很快拿回來給我 然後拿回來給我 那時候 我真的開心到 真的謝謝司機叔叔 我也有一點 小小的courtesy 給司機叔叔 然後司機叔叔跟我說 小姐 你的電話不會響的 我說是呀是呀 因為他會震的 你想想 一個震的電話 在車裡不見了 你想想 是不是難找回會響的電話 因為他響了很久 司機都不知道 他說後來是因為一個乘客 撿到給他 然後他看到 然後他就打給我們 所以其實香港人其實是很好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現在上海未爆 Omicron 爆到瘋了 剛才我說的那些邏輯 男人的邏輯 其實不單止 就是因為上海爆 Omicron 你知道大陸有高鐵 那我看到一些新聞 就是這個浙江一帶 蘇航一帶 都近上海 為了不想讓那些上海人走過去 他是將由上海通去浙江 通去蘇航 的所有高鐵費 每人二十多元 全城每人夾二十四元 人民幣 買了所有高鐵費 就是不讓你上海人來 真的 但是呢 我都說了 大陸是 沒有他做不到 只有理想不到 真的很絕 就是 雖然你說 其實上海人 一向都不太受歡迎 因為上海人 那些人覺得精明大面 但是殺開這件事 其實你會發覺 整個大陸都是不相伯仲的 就是大家都這麼 就是 你有 就是 總之 大家都是不相伯仲 大家都是半斤百兩 你有這麼驚慎 我都不差 就是理想是不是很絕 就是為了不讓上海人去 結果他就買了所有高鐵費 每人夾二十四元 全部把所有高鐵費買了 因為上海所有去蘇航的高鐵 都是沒有人坐的 但是又沒有票賣 因為被上海人買了 一個都不讓你 所以 其實那種 在大陸 其實是不會有互助互愛的精神 你看他對小動物 我也說 這些小動物 走過出街的 就上海灘 亂槍 他就不是他 亂棍 然後 主人走了 動物不准帶走 困在屋裡 不餓死 不渴死 噴消毒也噴死 一個這樣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某個程度上 你都覺得 香港其實是有我們很好的價值 雖然現在香港有很多東西都變了 但是變了得來 香港人還是很好 還是很善良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good quality 是繼續承傳下去 你一定要教下一代 要有愛心 要教下一代 要有 這個 使命感 一定要教你的下一代 要有責任心 還有對人 是那種的 互助互愛 我也是說的 女人的邏輯 女人 我會惡的 但是我惡得來 我是說邏輯 我是說道理的 我的惡 只是對一些不說道理的人 是非常之惡 如果你對其他人 我也是非常之溫柔的 我真的覺得 香港人的quality 其實真的很好 所以 希望大家 記住 保持這個精神 很怕有一天 你變成好像他們 你想想多大步 如果是一個社會 一個完全沒有愛的社會 是充滿著猜疑 和充滿著仇恨的社會 那你就 大哥 真的人都瘋了 真的人都瘋 好了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